嗨,大家好,我是Horus 这一期要聊聊未来十年电脑的可能发展 那我是依据最近这十年电脑的规格 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那不建议作为投资理财的参考 投资理财就好像是搜寻真爱一样 依旧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最重要 那我只是尽可能让我的真心话变得比较容易理解 那如果有任何的指证或讨论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您的回馈是本频道最大的资产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十年来的电脑规格的研究 那首先我们一定从耗电量开始 AND这十年来历经了股价不到两美金的黑暗期 产品的耗电量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大 近期的RS5700 225W到VEGA64的295W 可以看到就算公司的营运状况有改善 它的晶片规格的变化还是很大 那RS6900就算用到了7nm的制程 也还是要消耗到300W 整台电脑的消耗功率大概在500W左右 简直就是一个兼职的电暖器 那这个地方还是要称赞一下NVIDIA对于这个规格的掌握 高阶产品从580、680、780、980、1080到2080Ti 都维持着250W左右的规格 嗯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最新的3090已经超过250W 只充350W 整整多了40% 超频之后还更加的可怕 那这个地方我个人主观判定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是10年来AMD实力最强的时候 尤其是GPU这一块 台积电的制程再加上高达300W的6900 这么多的电晶体 NVIDIA已经没办法只吃250W就把人家打爆了 那另外一个是制程的趋缓 那台积电的5nm跟7nm一堆人抢着 那上头还有个大客户苹果 导致老黄要去三星找韩国人做 那再加上那个GDDR6S的耗电量 让603090的电表整个起飞 那讲到制程延缓 那怎么可以不提intel的14nm 加加加加加加加 长年来位于半导体龙头的intel 在14nm的时候 近来一路从2015年的Q3 一路卡到了今年Q4 才会变成10nm 不禁让人怀疑 嗯?半导体产业已经是传统产业了吗? 二代Core到现在的11代Core TDP从95W变成125W感觉还好 但其实大家稍微有在玩电脑都知道 11代要超过250W 根本就跟喝水一样 TDP的掌握是基本频率 而不是最高频率 为了让TDP维持在相同的程度 intel早就从7700的4.2G 8700的3.7G 9900的3.6G 到现在11代的11900只剩下3.5G了 intel你自己都说 11900可以可以标到5.3G 那3.5G的耗电量一样在125W的意思是什么? 你是说大卡车在停车的时候 跟电动车一样省油吗? 总之听说Q4发表的10nm的12代Core 有明显的提升 那我们就继续看着看吧 那探讨这10年来 为什么电脑会越来越耗电的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性能的稳定提升 因为其他的零件的发展并没有迟缓 SSD固态硬碟在10年前的时候 1G大概还要2.42美金 64G的SSD就将近5000块新台币 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快要可以买2TB的SSD了 整整提升了32倍 但是CPU2600K跟11900K有差到32倍吗? 从Cbench R20的渲染跑分 可以看到12600K的单核跑分是263分 多核是1865分 而11900K的单核跑分是650分 多核的跑分是6187分 那不用说32倍了 大概也就3.2倍而已 那还有一个就是荧幕的更新速率的问题 现在的4K144Hz的传输量相当的恐怖 4K的解析度本身就已经有830万画素了 你一秒要更新144次 等于你的传输线 一秒要传输12亿个像素的资讯 那其实现在3万块以内的荧幕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看看10年前的1080P 基本上还算是中高阶的主流的一个规格 1080P FHD它大概200万画素 你每秒更新60次 大概一秒传输1亿2000多万画素 这个传输量大概差了10倍左右 你看看荧幕差了10倍 硬碟差了30倍 CPU却只提升3倍多 你能不多装几个CPU 还是让CPU做大一点赶上这个状况吗 所以现在的核心才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点 那这个其实也是现今大部分的电子装置的趋势 包含你现在手机上的处理器也是一样的概念 电池它其实也是越来越大颗的 简短统整10年来电脑硬体耗电量与规格的改变之后 我们来聊一聊10年内有可能的发展取向 那我想以现在半导体的宇宙边发展这样不对等的状况 可能会有三个走向 第一个走向就是越来越依靠软体与架构的改变 比方说Apple的M1处理器 今天发表的M1MAS本身就有570亿个电晶体 这几乎是3090280亿的两倍 那关于M1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谈谈 还有一个除了架构的改变 就是游戏的画面跟画质 其实已经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了 像地平线4它的运行画面比模拟飞行还要好 但是它的画面又更加顺畅 这也体现了软体工程的价值 那这当然牵扯到素材的重复性 那第二种就是走向云端运算 就像一级玩家这样子上万个人在同一个伺服器中 先说结论 射击游戏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光速一秒只能绕地球七圈半 你延迟个0.1秒射击游戏根本就不用玩了 不过模拟市民倒是可以啦 那再来聊聊为什么一定要云端运算的集中化 那我先说明一个概念 不管科技再怎么样的进步 你相同的技术水平下 有线传输一定会比无线传输还要快 今天的游戏如果你画面要显示1000个真能玩家 你的电脑是不大可能同时接收1000个人的移动方向 然后再去运算的 但今天如果大家都只送自己的讯号过去 然后用超级电脑来运算1000个人彼此的关系 那接下来再传输给萤幕自己需要显示的内容 等于拿自己要的东西就好 那这可能还是很困难 但它相对会比较容易 那中心化就代表所有的东西都在外面 那资讯安全也当然会有一些顾虑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强调私有云端空间 我认为要做到这种的科幻情节 还是有很高的难度的 那最后还要讲一个就是 我觉得未来十年内的电脑的功率 可能还是会很高 尤其是现在水冷显卡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双冷排的水冷系统也有可能是未来十年机壳设计的一个走向 那至于组装电脑会不会消失呢 我想说今天其实投影机都还没有被大型的一镜萤幕取代 苹果今天也还是把Touchbar给拿掉了 任何的产品走向完全的取代或是改变 那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转换 况且云端空间也会牵扯到企业收费的变动 还是买着硬体自己使用相对的安全的做法 那还有在我们这种剪辑影片的生产力需求 还有以后的8K影片时代 我相信个人的高性能电脑还是会占有一定的地位 那以上是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觉得有趣还邀请你认识的人来看 您的回馈是本频道最大的资产 也帮助我可以产出更精准的内容 另外我今天换了Razer的麦克风 如果音量有什么问题也让我知道一下 我是Horus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